政府高层消息透露 新政府近期将委任新的总检察长 已取代现任的伊德鲁斯 消显示还说 首先安华希望明年之前敲定一切 新报引述消显示报道 安华手头上有三个替代人选 而他们都是法官 两人来自高庭 一人来自上述庭 消显示说 目前提及的名字包括 阿莫法医组 卡玛鲁丁和望阿莫法利 其中望阿莫法利是高庭法官 他跟乌统有一定的关联 他曾在前首相阿都拉时期 出任内政部副部长 也曾代表国政乌统 出战瓜拉登加罗国席补选 今年6月 他因为家人和前首相纳吉 同属一个政党 而退出纳吉申请 聘用英女皇律师的案件审讯 另外两名人选方面 阿莫法医组 现在是商业法庭的高庭法官 而卡玛鲁丁则是上诉庭法官 2020年喜来登政变之后 时任首相慕尤丁 伟人伊德鲁斯当总检察长 填补汤米汤姆斯留下的空缺 如果伊德鲁斯愿意提早现任 就不必等到明年3月任期届满